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杨栋梁 大家好 今天都是放着这个聖诞假期 为了我回顾大家对我们支持 所以是不会放假的 至少我不会放假 和我做事做Prepare Powerpoint的同事都不会放假 去报答大家对他支持 因为这样 大家记得订阅 分享 赞我们的视频 还有记得在下面留言 今天跟大家分享这个视频 我就跟大家讲一讲 汇丰银行 一家香港人的银行的未来股价一些看法 和对银行业的一些看法 大家知道汇丰近期升了不少 看这个图子 由谷底28元反映到现在差不多40元 还有很多散户 低位闹货 靠他 收回一百几十万 很多人以为 汇丰是不是已经渡过人关 应该升上肺炎前的水平只有一可待 但是 老实实实 事实上是不是真的这么理想呢 那我们去看看 事实上 银行业 可能好像媒体一样 传统媒体一样 已经是到了一个 即使不是抓死 都要迟早死 最终都是永不超生 等于大家都 难道认为TVB还有机会回去 最懂得江辉吗 当然没可能 银行业 都是会有很相似的结局 因为银行业 和传统媒体也都出现一些结构性问题 包括汇丰银行的 在内大银行 其实已经是相当难 回复当年的勇猛 那么 很多人 即是不太懂事的人 就是以为 以为 银行业都是靠借钱给人 息差 息差 赚钱发达 那么 所以联储局长期低息 搞银行 赚不到钱的主要原因 那就是如果这么说 哇 一旦可以加息的话 汇丰应该是足够的 但是事实上 大家不清楚一件事 赚取息差 以这些生意模式 其实很麻烦 管理成本又高 又容易被人走费 好的债势 老婆说越来越少 就是 这些时候 老婆说 借钱也不方便好 怎样也不会向他借钱 那么 所以 即使现在 除了现在 其实以前也是 银行来说 大家有所不知 真正赚钱的方法 是偷地将客户的钱 摆在那里的钱 借回给自己 借回给自己做什么 去做生意和投资 好的生意 好的投资 这些老婆说 又有源源不绝 这些客户的便宜钱 借回给自己的话 老实实 其实想不发达 都挺难的 但是呢 这个问题来了 到了80年代 监管漸漸 就越来越严密 这条路 越来越是走不通 也都由于一个经济发展 因此 正经去做生意 都叫做是有得做 但是 到了90年代 银行做了这个证券业 主要利润来自推销 大家都知道 很出名的 有毒金融产品 包括 的 accumulator 就是accumulator 迷债 那些古灵精怪的 由于 以及由于 中国和俄罗斯 让金砖 五角那些 挖起 洗黑钱 也多了很多新的 古灵精怪的玩法 令到 银行 可以赚在这一层 美水的大钱 OK 但是呢 在2008年金融海啸之后 垃圾产品就卖不出了 咦 几十年了 发展又反得越来越厉害 搞到 这些洗黑钱 这条财路都被人断了 那就是怎么说 银行业 要回到以前 正经做生意 暂色差的日子 是 迫于无奈 但是 大家看看 今日银行的经营成本有多高 就知道了 这条基本上 都是死路一条 所以 也都因为这样 实实 所以趁现在 汇丰银行 这个反弹的机会 其实大家真的可以认真 好去想清楚些 再量度清楚些 应不应该斩揽 那 低位买的 就叫做 赚钱走人 是不是才高位买的 没办法 也都是可以 认真细心去考虑 是否要趁机止蝎 好吗 今天这个分享也都到此为止 多谢大家的支持 记得 介绍朋友 去subscribe 我们的channel like 和share 这个video 当然 也都要 可以的话 留个comment 给一些意见 我们怎样做得更加好 好不好 那 都 祝大家一次 圣诞快乐 好吗 明天我们继续 会录好的片 多谢大家的支持 下一条片见 拜拜